曾经为基金阁协调国际经济政策 并出任过财政部助理部长的伯格斯腾 从1981年到2012年期间 执掌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 长达31年之久 由于美中之间 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条件 还很不成熟 我首先问伯格斯腾 为什么认为现在是美中两国 考虑签署一个自贸协议的 可能性的时候了 很明显 中国和美国 现在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 另外两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 日益发生对抗 他们需要新的倡议 来使关系走向 富有建设性的方向 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 试图解决双方之间的经济问题 并使整体关系 建立在一个更加稳固的立足点上 双方各自都积极地参与了 国际性的贸易谈判 但相互之间并没有这样做 当今国际贸易架构中 一个很大的横钩 就是美中之间各自采取行动 所以我得出结论说 现在是双方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这样做仍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他们需要开始谈论这个事情 做出规划 需要相互之间建立信心 即他们能够打造一个经济框架 使之加强整体关系 并避免发生经济冲突 或是比这更糟糕的 整体关系恶化的风险 甚至更糟糕的 会对美国带来哪些主要的好处呢 对美国最大的好处将是与中国建立更强劲的关系 并减少与中国在经济 或是更加广泛的政治和安全领域 发生冲突的风险 除此以外 美国经济会增长1% 或是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的产出 美国每年的出口会增加4000亿美元 生产力水平提高将近1% 美国的贸易逆差会减少 这样的一个协议对美国的冲击有多大呢 任何一个贸易协定或是经济政策方面的改变 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 有好处也有它的代价 它会让最有竞争力的经济部门 得到很大的改善 但是对于那些不怎么有竞争力的行业 在进口增加的时候 他们会很快地输掉 我们进行的这个研究显示 在协议逐步到位所需的10年时间里 美国总共会失去100万个工作 主要是在制造业 其中一半的工作 可能会从制造业转移到其他行业 美国的政策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帮助这些人进行调整 从而确保带来净利益的协议得以执行 那么在中国方面 为什么他要同美国签署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协议呢 对他有什么好处 中国会从中得到两大好处 一个是在广泛的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 中国加强与美国的整体关系 对中国自身是一个很好的保险 避免今后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纯粹从经济上来看 中国会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准入 增加出口 创造与出口有关的就业机会 协议会使得中国增加800万个与出口有关的工作 中国也会得到在美国投资的更多机会 那么在您看来 这个提议面临的政治上的障碍 是否要大于经济方面的障碍 在美国对这种协议有两方面的政治障碍 一是来自受到影响的工人和行业的政治阻力 你可以说这是政治上的影响 但是它反映的是经济现实 另外在美国 有一些人对中国在国际上扮演的 整体角色感到担忧 把它看作是美国的威胁 因此不愿意寻求与中国达成像这种 具有深远影响的协议 这是不同的一个政治难题 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更大的关联 但是这两种困难都必须面对 我们试图在新的研究中加以处理 我们试图争论说 的确有一些引人关注的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 这样的协议将有助于解决这些担忧 美国与中国签署这样的协议 将使它在总体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但是这些关注必须得到回应 我相信 如果这个想法成为一个切实可能的话 它会得到非常激烈的辩论 但是这些关注必须得到辩论 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很激烈的辩论 如果这个想法成为一个现实可能 是很激烈的辩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